十年职业生涯换了四支球队 为了得到不同时期的弗朗西斯 各支球队都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时间回到1999年NBA选秀大会 22岁的史蒂夫弗朗西斯在首轮第二顺位 被温哥华灰熊队选中 能够以榜眼秀的身份进入 NBA原本属于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但是弗朗西斯被选中后始终面露愁容 尽管他在选秀前已经刻意拒绝灰熊队的时讯邀请 但是灰熊队管理层依旧用榜眼签选择自己 由于当时NBA规定 参选球员被选中后必须前往球队报到 弗朗西斯不得不踏上飞往温哥华的航班 然而他在温哥华待不到两个月却提出了交易申请 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温哥华距离自己的家乡马里兰太过遥远 二是当地税收太高 三是城市商业曝光不足 不利于自己拿到代言合同 四是冥冥中得到上帝的旨意 不应该在异国他乡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 最终灰熊队管理层劝说无果只能选择交易 1999年8月28日 弗朗西斯在一笔涉及11人的三方交易中 被送回到美国本土球队休斯顿火箭 随即签下一份四年总价1410万美元的新秀合同 虽然一场比赛没打就提出交易申请的不职业行为 让弗朗西斯受到了众多媒体的谴责 但他在休斯顿的日子确实过得如鱼得水 生涯第一个赛季 凭借场均18分5.3篮板6.6助攻的成绩单 与状元狼二顿布兰德一起分享年度最佳新秀奖项 极具观赏性的打法 让弗朗西斯成为联盟力捧的超级新星 同时各种广告商的代言邀约也随之而来 到了生涯第三个赛季 弗朗西斯已经凭借场均21.6分7篮板6.4助攻的出色表现 成功入选西部全明星首发 2002年夏天 弗朗西斯不仅收获了火箭队提供的 6年8500万美元提前续约合同 还代表火箭队在NBA选秀抽签大会 凭借仅有8.9%的低概率成功抽到状元签 可惜的是 弗朗西斯作为火箭队进攻核心的前四个赛季 始终无法率队打进季后赛 直到2003-04赛季 新任主教练杰弗范甘迪 把球队的进攻重点转移至姚明身上 火箭队终于以西部第七的身份重返季后赛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弗朗西斯职业生涯唯一一次季后赛之旅 尽管他交出了场均19.2分 8.4篮板 7.6助攻的出色表现 却依旧难以阻挡胡人N4的强力冲击 该赛季的姚明 已经展现出成为联盟顶级中锋的潜力 反观弗朗西斯由于自身打法 与范甘迪的执教理念产生冲突 导致个人数据和进攻效率都出现了明显下滑 最终火箭队管理层决心围绕姚明进行重建 然后在2004年的休赛期 把27岁的弗朗西斯 29岁的老猫莫布利 30岁的凯文卡托 一起打包交易至奥兰多魔术队 从而收获25岁的麦迪 27岁的泰伦卢 31岁的朱万霍华德 23岁的李德盖恩斯 来到魔术队的第一个赛季 弗朗西斯依旧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弗老大 场均38分钟 可以得到21.3分5.8篮板7助攻 可惜状元霍华德还没成长为魔兽 因此魔术队没能打进季后赛 弗朗西斯开始走向下坡路 他除了竞技状态无法重回巅峰 场外麻烦更是层出不穷 2006年2月22日 魔术队把弗朗西斯交易至纽约尼克斯 从而得到二年级的阿里扎 以及即将合同到期的老将安分尼哈达位 到了2007年的休赛期 纽约尼克斯把弗朗西斯和钱宁弗莱 一起交易至波特兰开拓者 从而得到扎克兰多夫 丹迪考弗雷德琼斯 随后开拓者以3000万美元的价格 买断弗朗西斯最后两年价值3400万美元的合同 成为自由球员的弗朗西斯 拒绝了迈阿密热火队提出的更高报价 选择以两年600万美元的合同 重回休斯顿火箭 遗憾的是 弗朗西斯在回到火箭队的第一个赛季 只打了市场比赛 就因为佐古斯投机机箭受伤而赛季报销 到了2008-09赛季 伤欲付出的弗朗西斯 已经跌出球队轮换阵容 他在球队主力空位 二四空受伤的情况下 依旧得不到哪怕一分钟的出场时间 2008年的平安夜 对于弗朗西斯来说是残酷的 因为火箭队为了避免奢侈税 把弗朗西斯和一个2009年的次轮选秀权 交易至孟菲斯辉雄队 以此换取一个2011年的次轮选秀权 而弗朗西斯在辉雄队也是一场比赛都没打 就被球队裁掉 时间来到2010年的11月 34岁的弗朗西斯以80万美元的价格 与CBA北京首钢俱乐部达成签约 但他在北京只待了13天 就被球队解除合同 期间出战4场比赛累计上场14分钟 交出场均0.5分0.7篮板的惨淡数据 自此 属于弗朗西斯的篮球生涯正式结束